上周末,天津金门虎队主场2比2占平成都荣城 金门虎的第二个进球正是源于谢维军和王秋明的连线 而昨天便传来了王秋明谢维军双双入选新一期男足集训名单的好消息 相比于此前早已有过入选经历的队长王秋明 小江谢维军还是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 这次入选也圆了小谢的国角梦 2018年只有21岁的谢维军加盟天津队 虽然有过代表U21国族出战土轮杯的经历 但在竞争激烈的中超赛场 人高马大的谢维军最初是依靠U23政策获得出场机会 并逐渐成长为球队的主要轮换人员 最近两个赛季谢维军更是迎来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突破 2022赛季谢维军在联赛中出场28次 其中15次首发打入7个进球 并有两次助攻 帮助球队获得了联赛第八的佳季 本赛季至今 谢维军在各项赛事中出场26次 其中首发7次 打入6个进球并有一次助攻 虽然随着贝里奇状态的转好 谢维军的出场时间有所减少 但只要出场 谢维军总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为球队完成攻城拔债的重任 而谢维军进球 金门虎队不败的神奇记录也仍在延续 如今随着谢维军入选国足 他与父亲谢维新也成为了中国足球历史上 第五队国脚父子兵 此前四队分别是谢红军 谢峰父子 陈家亮 陈东父子 李松海 李雷雷父子 以及高仲勋 高准毅父子 期待小谢能够在接下来 与越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热身赛中 获得出场机会 更期待中国足坛父子两代 忠心报国的故事能够更多一些